我們明白這個真理就是 沒有全面遵從和愛神 生命會受虧損 因為有很多人會有個錯誤的觀念 以為不要緊的 有時我犯罪 有時我做了一些錯事都不要緊的 我們知道其實是必定受虧損 我們就會處理生命 但是我鼓勵人經常都是用恩典推動人的 就是說我們聽話神一定祝福 不過我們明白同時犯罪是有不好的後果 所以我會 我自己都準備寫一些文章 試試投稿去基督教的刊物 可以更加各方面去祝福人 我其中想到一個主題就是 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我們做神歡喜的事 神就歡喜了 但是有些人就會拿錯用神 那就是說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所以你就天天賴賴閒 我又不是這樣說 一不聽話就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同時有 不聽話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而我一遵從神 神一定喜悅 就算做得不夠好 我們就悔改就可以了 悔改 悔不只是知罪 我是悔而去改 神就很喜歡 神喜歡的時候 我就可以活得開心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動力做任何神歡喜的事 我做得不夠好 立刻求主赦免 而我做任何事 神都喜歡 我們就日下都開心 不要全面遵從 或者愛神生命 必定受虧損 因為魔鬼會來偷竊殺後毀壞 別人也都會 別人會破壞的時候做一些事 自己都會的 自己做錯事自己都會破壞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 第一是錢財失去 越來越情緒化 孤單失落 苦惱 家庭破裂 可以有疾病 有些人在罪中 身體更加容易有疾病 魔鬼可以攻擊那些 被他控制的人 令到他容易有疾病 或者是被捉 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陳水扁被人捉了 這是很久之前的事 而最嚴重的 就是永遠地獄 是最淒涼的 魔鬼和人 和自己都可以偷竊殺害毀壞 我們的生命 就是我們知道這件事 首先我講的恩典 得到神喜悅和祝福 是不難的 是不難的 很簡單 真心悔悔離開罪 神就喜歡了 神就會赦臉 第二是真心 你發覺我有寫真心 下面有個心在裏 亦都是出自真心 神就喜歡了 我真心悔悔離開罪 就算我做了幾大的錯事 神都歡喜 當然 犯罪一定有個不好的後果 亦都會指控 譬如一個人犯了嚴重的罪的時候 他求主赦臉 神是赦臉他 不過他心裏依然有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逃避罪惡 對付任何的罪 就不是容許那些罪在我們的心中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 我一悔過 神就很歡喜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我們真心 討告 神就祝福了 真心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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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可以放心去做 並且告訴自己 我這樣做 神是歡喜 神是喜歡的 好了 一方面 討臣喜悅是不難的 但是同時 聖經有警告 不遵從神 和不愛神 生命一定受虧損的 首先第一點 就是生命受虧損 即是不遵從神 法治生命的本質 就是沒有重生 不是每一個坐在教堂的人 都是重生的 不是每一個說 信耶穌的人 都是重生 真心信耶穌就是重生 真心 不過有時候 有些人不是真心信耶穌 為什麼呢 他只是跟人 不斷以悔改認罪 求主赦免 但是他不斷以 他心裡沒有真心悔改 於是 神就不能夠 將他的生命改變 這個重生就是生命的改變 在約翰福音三章三字 耶穌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 實在在的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 不單止進不到 是見都見不到 看都看不到 不能夠進入神的國 好了 不重生和重生的意思是什麼 不重生就是 沒有被神再生出來 因為我們在罪裡面 本來未信耶穌的時候 是未有這個屬靈生命的 沒有被神再生出這個屬靈生命 沒有更生 又不會真心知罪 悔改 不會真心信靠耶穌做救主 或者靠主離開罪 就會沒有真心去改變 那重生的人 是會怎樣呢 他犯了罪 馬上求主赦免和離聚 就是他知道 是不對的 他會心裡面不舒服的 神就會提醒他 去悔改離聚 第二 會有動力建立和神的關係 神這麼好 我會和神親近耶穌 遵從神 看聖經 做神所吩咐的 第三 生命繼續給神更新 第四 他會願意愛神 愛人 遵從神 遵奉神 這個就是一個重生的人 重生的人是知道的 自己知道的 是裡面有一個新的力量 有一個新的生命在心中產生了 這個生命會提醒我們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幫一些人 看到他 當我們一提及耶穌的名字 他好像覺得 這些是道理來的 理論來的 幫不了我的 他可能對於重生 即他可能未重生 他覺得只是一種道理 有些人我們跟他溝通的時候 都發覺他沒有興趣關於耶穌 他說是耶穌 但他沒有興趣關於耶穌 他只是有興趣他的問題 他想人來回應他的問題 他只是想到他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 他未必是重生 即他完全沒有重生的表現 所以第一 這個生命受虧算是甚麼 他根本沒有重生 根本不是得救 即是信耶穌 他會改變的 我自己信耶穌的時候 我是很明顯的改變 我自己分享一下 因為首先 我最初覺得 人死了就沒有了 人死如登滅 我最初我以為是這樣 我覺得幾十年過去 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我覺得人生只是幾十年 開心就可以了 但後來當我聽到有神 真的有神的時候 我的心很興奮 我很興奮 我就去研究 真的發覺很多證據 我就全心信耶穌 我就整天告訴別人 真的有神 真的耶穌是真的 我會這樣鼓勵自己 我一起來就會鼓勵自己 我一起來就會鼓勵自己 我會這樣鼓勵自己 就是因為 我心裡有一個新的生命 我還記得那時候 其實在研究的過程 我已經發覺一個不同 那時候我還未回教會 為甚麼還未回教會 因為 我的同學帶我去報道會 去報道會 我就舉手信主 然後他們就給我參加一個 涵授課程 在那個涵授課程 解釋罪 信耶穌 遵從神 跟從神 我就跟著去做 那我就 發覺我自己犯罪 覺得不舒服 那時候我還未回教會 他就這樣上課 上那些涵授課程 然後我就有一次 我發覺我犯罪 覺得不舒服 我就同一個信耶穌的同學 其中一個 我知道那班人是信耶穌的 但他們完全沒有問我 他們請我去報道會 但他們完全沒有問我 你舉手 你怎樣 沒有一個人問我 其實我覺得比較奇怪 而我問這個同學 他也沒有跟我說 我不知道為甚麼 現在覺得犯罪 覺得很不舒服 他說 就是聖靈在裏面做工 那時候我才第一次聽到 聖靈在裏面做工 就會覺得犯罪 覺得不舒服 但他也沒有說 你現在有沒有回教會 你現在是不是信耶穌 他又沒有繼續問 因為他可能覺得 我又不是牧師 就是 不是輪到我做 這個觀念我希望大家改變 當你發覺周圍的基督徒 他生命有問題 有需要幫助 或者 總之他是基督徒也好 我們都去 鼓勵他 給他看到神的尾線 這個就是 我們裏面會有這種動力 那我就發覺 我有這種動力 還有我就 後來在我家裡 發現一本新約聖經 那我就問問 我的弟妹是誰 帶了一本新約聖經回來 就是我妹妹去過教堂 不過她又沒有看 那我說 我可不可以 拿這本聖經去看 她說可以 那我就看 我一看 他覺得很歡喜 因為我那時候 我真的信耶穌是神 我看到耶穌行的神 就是耶穌講的事情 我一看是覺得很興奮 我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很短時間之內 已經把新約看幾次 即是說 在裡面真的有一種動力 以及即時 親近神 討告 覺得有動力 後來又回教會 也都得到有動力 那這就是重生 人的生命改變 所以如果我們遇到那些人 我們這次的主題 主要是幫助人去 幫助人靈命更生 這次這個就不是 除了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都可以幫一些 在那裏準備信耶穌的人 他們生命需要重生 重生 他想需要重生 為什麼重生呢 其實就是真心 信靠這個真神 他是真神來的 真心悔改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真心為我們的罪悔改 求耶穌拯救我們 改變我們 當人真心這樣 他就發覺 他生命開始改變 他就已經是重生的 當他真心 但有些人因為他只是跟人講 所以他未必是真心的 第二我們需要明白 犯罪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約翰福》五章十四節 耶穌和我們三十八年的病患者 康復後 他說你已經傳遇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就是說 當人繼續犯罪 是會更加厲害 那怎樣更加厲害呢 就是 魔鬼就會來偷竊殺害偉壞 他說他整個生命 他的工作 他的名聲 他的前途 他和神的關係 甚麼都可以受虧損 我們明白這件事 我們就知道 犯罪是必定有不好的後果的 那也都 基督徒是可以被魔鬼影響 和使用的 有很多人就說 你想耶穌 應該沒有魔鬼影響呢 在這裏比德 他叫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 耶穌就說 撒但退我後必去罷 你是叛我腳的 因為你不看貼神的意思 只看貼人的意思 即是說 比德都可以被魔鬼影響 使用 當時所說的這句話 好了 下面那裏也都說到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不要抵擋魔鬼 即是說 魔鬼真是會來吸引我們去犯罪 引誘我們去犯罪 其實這個是魔鬼的最主要的攻擊方法 就是引誘人犯罪 引誘人離開神 不相信神 不信靠神 離開神 這就是魔鬼會在裏面 人的心中會說聲音 說說話 同時 基督徒都有罪聖情的聲音 我們的聲音 有些甚麼聲音 譬如有時候 他真是壞 我真是很生氣 這個是出自我們的罪聖情 但魔鬼可以加強這件事 有時候 我真的 他死了 有時候生氣 他生氣得很嚴重 他裏面有一種憤怒 或者 哎呀 事情都不好 我真的很慘 很慘 這些都是人的罪聖 帶來的後果 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裏面 是可以有魔鬼的聲音 但我們越聽神話 這個聲音就越小 越小 越快可以處理到 我們越快說 不要緊 不要緊 我不用受這些影響 我的生命很寶貴 但我們要留意 基督徒都會有罪的聲音 有 我們罪聖情的聲音 亦都可以有魔鬼的聲音 而我們 給魔鬼留地步 後果一定是不好的 因為他來了 他只是想破壞 偷竊殺害毀壞 你有的甚麼他都可以偷 任何你有的東西 我們有的生命健康 喜樂平安 機會 被人的信任 祝福人的機會 侍奉神的機會 這些全部都可以破壞 譬如說 這裏講到家庭破裂 離婚 被人抓去坐牢 而最後最慘的就是落地獄 這個就是 真的不能回頭 是很淒涼的 其實在網上 都有 有若干人 去了天堂 去了地獄 有些人就不信 他就說這些 見證不是真的 但我聽他說 我不能夠證實 每一個都一定是真 不過有些我覺得是真 為甚麼呢 他講到見到耶穌的時候 我覺得他講出形容神 不是人能夠想到這些 他講到見到耶穌的時候 那種耶穌的接立 耶穌看重他 欣賞他 歡喜他 那種的情況 還有因為耶穌 他整個人都鬆了 甚麼重膽 煩惱 甚麼都走了 這件事我覺得 真是出自神 才能夠講出這些說話 因為普通 我們聽人分享 都很少講到 哇 我一祈禱 整個心都鬆了 原來耶穌這麼接立 耶穌這麼歡喜我 很少人分享 我聽很多分享 都沒有甚麼敢講的 多數說 我差不多有意外 又沒有事了 多謝天父 這樣講 有甚麼問題 耶穌幫我 多謝天父 是這樣的 但很少人就會說 哇 耶穌來到 我整個人很感動 真的眼淚不斷流 那種感動 是世上沒有的 耶穌怎樣接立我 真是很奇妙的 其實這就是 很多人去天堂那種經歷 就是被高度的接立 不單止被耶穌接立 他見到那些死的信徒 都是完全無條件的接立 是非常之開心的 也有些人去地獄 就講到那種絕望 完全沒有盼望 是很明顯的 他們也有很多事情 生命改變 就相信耶穌 看得到 他不是作出來的 他講到怎樣恐怖 怎樣害怕 在地獄裏面 好了 魔鬼的人 或者自己都可以偷竊 殺害毀壞 可以見到失去錢 情緒化 孤單失落 苦惱 家庭破裂 癌症 被監禁 永遠地獄 我們想到的東西 他都可以偷竊 任何一件事 有時候一個人 有些人 我們認識他 他又沒有朋友 跟別人 總是建立不了關係 經常都苦惱 經常都失敗 做工經常被人解僱 人生好像沒有意思 這些都是被魔鬼偷了 但他們又不知道 他們又不知道 其實 耶穌叫我們有豐盛生命 不是這樣 但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可以活得 天天都這麼開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 留意到 時時都可以在 神的滿足 喜樂之中生活 我自從經歷 聖靈充滿之後 一段時間 我後來就開始有喜樂 我一想耶穌 那些喜樂 就湧出來了 很自然 那我就盡量 整天多些時間 在這個喜樂之中 那我就很容易 察覺我裡面的 負面思想和情緒 因為我時時在喜樂 我發覺有些壓迫 被人影響 不開心 煩惱 被人擊倒 我就留意到 咦 我不是那個喜樂的狀態 那我留意到 我立刻處理 我就說 人無權 拿走我這些恩典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 那我心裡 就 讚美神 歡喜神 放下那些煩惱 不用被人影響 那我再次有喜樂 就是我這樣的神 當我留意到 神的同在的時候 就幫我 保持這個神 神的同在 那大家也都可以 通常我們 最後的時候 都有祈禱 那你祈禱的時候 你經歷到平安 興省 輕飄飄 那你也都 每次祈禱都 啊 每個人經歷不同 或者你去到 很有喜樂 擁流 你就覺得很輕鬆 很舒服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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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平安 你嘗試在家裡祈禱都是這樣 就不要只 神啊快點幫我 快點找工作 麻煩你 快點找我女朋友 男朋友 麻煩你 快點給我錢 快點醫護我病 那你這樣的祈禱 那個平安是不大的 我們嘗試享受神 歡喜神 多謝神 神的平安就臨到 那我們就會留意到 什麼時候被魔鬼 開始偷竊殺害毀 或者被自己的思想 咦 今天不開心啊 為什麼呢 他氣壞我嘛 那他氣壞我是他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不開心呢 人家不開心 有些人是 他經常都是傷害人的 他很容易傷害人的 他傷害人而已 不是我的問題 我錯我就認錯 但不是我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揹著別人的重膽呢 我就決意不計較了 或者有人說 你都是做不到事的了 那有些人就很激氣了 因為影響了他的自我形象 我做不到事 我做不到事 我怎麼會做不到事 他就很憤怒 我做不到事 我不用向他證明的 我自己做到事 我知道我可以滿足起落的 我不用給他影響的 那有一句說話 其實 因為以前我初期侍奉的時候 都很大壓力 因為有一個童工 就時時背後批評 後來有一句經文 給我很大鼓勵 《葛林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的事要他有忠心》 當我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我就說 其實我都很盡心去做 我真的有忠心 所以神都喜悅 有人不喜悅 因為有人會用他的標準來量度 他覺得你不夠好 那他的問題 他要求我很高 所以當時我有一個這樣的結論 土神喜悅 比土人喜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想土喜悅 你做了某一件事 他又說你別的樣子不行 你做得好些 他又說你還是做得不夠好 就是很難的 總是不會看好的地方 總是看不好的地方 但是神呢 一杯涼水他都會稱讚 會賞賜 所以我們就可以告訴自己 你聽了 我們討神喜悅 神是歡喜的 我不用計較人 是否喜悅 當然我們可以幫助人 喜悅是最好 你幫人的時候 人又開心 自己又開心是最好 但的確有些人 他因為太多苦惱 太多奴槽 所以他只能夠把奴槽 加給人 所以有些人 我們幫他 但我們不要 拿屎上身 他身上很多問題 我不需要拿屎上身 好了 有時人 為何會被偷竊 就是因為他不冷不熱 不冷不熱 你又不冷不熱 我巴不你冷或熱 你既如溫水又不冷不熱 所以我必從口中把你吐出去 就是神不歡喜 為何我們會熱心呢 就是 哇 真的有個神是這麼好的 我時時都會好 經常都數算神的好的 神做的食物這麼好吃 神做的身體這麼奇妙 這麼多種功能 我又很喜歡研究生物學 研究我身體的構造 我真的覺得神創造我們 很奇妙的 就是每一件事 我有時跟不同的醫生 我跟牙醫有講過 牙醫有講過 牙醫講的一件很簡單 她說我們的牙 我說為何咬一些硬的東西會崩牙 那不崩就好 牙硬的就好 她說不是的 我們的牙不夠骨那麼硬 所以咬了硬的東西 那個牙會崩 但是那些骨 如果我們的牙好像骨那麼硬 那個後果是什麼呢 骨會裂 那個後果更加嚴重 譬如你咬一個硬的東西 一咬下去 那個牙很硬 那個震力會去到牙骨 那個牙骨裂就很嚴重 這也是神特別的設計 其實每一件事 都是神的設計 譬如我們身體裡面的神經 一些經絡 很神奇的 我們維持身體健康是很神奇的 我就是神啊 你真是好 你真是好到不得了 神有這麼開心的神 有這麼接立我們的神 真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我整天的心裡面 裝滿了一些喜樂 整天都滿足 整天都感恩 那我就不會不難不移的 因為我覺得這麼好 我想多些人都開心 我想多些人相信耶穌 首先多些人信耶穌 第二就是多些基督徒都開心 實在太多基督徒 是很多壓力 為什麼呢 那個侍奉變成一種壓力 為什麼侍奉變成一種壓力呢 因為他從小到大 都是做事做得好 就有人讚 就開心 做得不好 就會不開心 於是他是用他的成績 來量度 他自己可不開心 他覺得做得不夠好 全福音都不開心 那天不信耶穌 他就會說 全都不信 其實我們傳了福音 神已經喜歡 我們就可以開心的了 就是我們傳了福音 就算那個人不信 到審判的時候 神就會跟那個人說 你看 我的兒女已經向你傳福音 是你沒有信 我的兒女 我喜悦她 因為她向你傳福音 但你不信 你要自己負責你的生命 當然我們不希望她不信 我希望她信 但她不信的時候 我們不用揹著重擔 我自己有一次傳福音的時候 那些人拒絕 我心就不舒服 即時聖靈提醒我 去處理 那我就想到了 我一傳福音 神在天上已經歡喜 所以我開心快活 就算她不信 我不是開心她不信 我是開心我傳了福音 她不信 我都祈求神給我智慧 這樣我們就會有熱心 就不會 啊 沒有心機了 有些基督徒真的這樣跟我說 甚至全道人都有跟我聊過 有時 啊 做到很灰 很無力 很不開心 其實 當我們數算我們有的東西 我們做每一件事 將來到審會的時候 神就說 你在哪一年 哪一日 哪個小時 你幫了這個人 我永遠賞賜你 你跟著下一個小時 你又幫你一個人 我又永遠賞賜你 哇 神一直數下去的時候 你說回神了 多謝你 多謝你 神的賞賜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爭取機會 去祝福人 所以大家在這裏 這個群體 你見到那些弟兄姐妹 你去鼓勵她 安慰她 但你不是教訓她 你教訓人 你不一定喜歡的 你分享或者聽聽她的情況 為她討告 關心她 也都下次問回她 即是你記得她的問題 下次問回她 怎樣 有沒有改善 那你這樣做 耶穌就說 將來就說 你那天這麼關心她 你又為她祈禱 你又再問候她 我很歡喜 我就永遠賞賜你 是不是很划算 是很划算的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就會放下那些不難不熱 因為我們侍奉神 是非常 很划算的 但我們不是為了 賞賜 所以侍奉 我是有神的心 我想祝福人 不是經常想著 我今天又得到多少賞賜 不是這樣想 千萬不要驕傲 而是說 其實賞賜是出於神的恩典 那是甚麼意思呢 按照神的律法和要求 神可以說 你做得不夠完美 所以你不能得到賞賜 但是神就是這樣 我們真心有個悔罪的心 我們有時會脫漏 即是我們有時幫人 都會有些不耐煩 我們可能不記得為這件事認罪 但是我們整體 神啊 我有甚麼罪 求你赦免我 我心裡面有甚麼憤恨 不開心 求你赦免我 神就赦免了一切的罪 我們好行為的罪 然後神才接立 所以賞賜是出於恩典 不是好像計婚制度 你做得夠好 我才賞賜 是真心為神做 神就會賞賜 好了 然後另外有些人 怎樣會被魔鬼偷竊殺害 偉偉帶來虧損呢 就是他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跟著耶穌說 所以應當回想 你是從那裡聚落的 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又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登台從原處落去 在這個啟示錄第一章 有解釋到這個登台就是教會 就是當他們這個教會 失去了起初的愛心的時候 他們沒有悔改的時候 這個教會會被挪去 這個教會會一直 教會會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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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人 越來越沒有屬靈生命 這個教會會失去了他的地位 越來越沒有力量 沒有果子 所以那些人都會軟弱 會離開神 失去了神的救恩 所以這個起初的愛心 怎樣有愛心呢 有些人覺得很難 愛心一定是出自愛的 譬如很簡單 如果你發現你在 譬如你的父母 或者你周圍的人 有很愛你的 我們一個健康正常的人 是怎樣都會有感恩的心的 愛是會令到別人 會有回應 有愛的 譬如我們家人 父母 或者我們的朋友 對我們很好 我們就會有回應 我們就會歡喜 這個恩典又會推動我們 就不是 愛、回應 不是一種律法的 即不是說 耶穌救你 你要愛耶穌了 就不是一種律法來的 當然祂都是律法 因為你要愛 但那個動力是出自恩典的 就是神這麼好 我就愛耶穌了 我就歡喜耶穌了 怎樣愛耶穌呢 真是數算神的恩典 甚麼都有了 我們不聽話 祂依然接立我們 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神已經為我們 耶穌已經為我們死了 我們信耶穌 也不聽話 祂依然射臉我們 感動我們 所以耶穌是不斷幫我們 我們就說 神你真是好 有為我們預備永遠的 天堂的賞賜 由今生各樣的機會 和恩賜 和能力 各樣都給我 所以我就說 神啊 你真是好 這麼多恩典 我很感激你 世上沒有一個人 好像神那麼好的 我太太對我是很好的 但祂不能夠全面性幫我的 祂不能夠幫我裡面 有動力 祂不能夠幫我 有平安喜樂 這些是唯有神才能做到的 祂有很多東西幫到我 但是呢 很多東西都一定是神給我 而 我們每一個人有這種力量 有種生命的力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生命的力 有種愛心 就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失去了這種生物 想到耶穌都覺得悶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教友跟我說 他說我現在對耶穌都沒有興趣 說到恩信清義我也沒有興趣 當時我又不懂得回應祂 當時是很可惜的 現在我就會去跟祂說 你想想神有做過什麼好的事 多少好的事 你想到神做的好事 你就會寬理祂 不像一種教義 恩信清義 不只是一種教義 是祂真是一個很慈愛 很有恩典的神 所以我們就會回應神 同時對神有愛心 也對人有愛心 人每個都是需要愛的 我們做到祂身上 那個人又會歡喜 神又歡喜 又能夠改變祂生命 所以我們如果失去了起初的愛心 我們就求主幫我們 數下神的恩典 其實數下神的恩典 其實數下神的恩典 就幫我們有力量了 每天都數下神給我們恩典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神一樣東西都是這麼好的 我們就感謝神了 另一個虧損很重要的就是 活在罪中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 我一起讀一下 就如奸淫 污慰 邪蕩 扮偶像 邪術 仇恨 憎恨 忌恨 老老 結黨 紛爭 宜端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者用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有些人說 我犯過那怎麼辦呢 求主赦免 真心悔改 離聚 我們個個都有 這裡裏面有講到一些罪 其實很多人都有的 情慾 仇恨 污慰 忌恨 嫉妒 很多人都有這些罪 我們知道繼續犯這些罪 是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國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但是信耶穌一定會改變 會悔改離聚 如果一個人信耶穌 但是他繼續去貪愛世界 活在罪中在情慾 在憤怒 競爭 破壞人 破壞教會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有問題的 即是如果一個人去到一個程度 犯罪不覺得緊要 是有危機的 是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國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我們 真心去悔改 還有呢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在馬太二五章 講到綿羊生日的比喻 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這些人進入神為祂預備的國裏面 但是那些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這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有些人說沒有地獄的 這個經文很清楚說到 是永遠的刑罰 是永遠的刑罰 那些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侍奉神 沒有祝福其他弟兄姊妹的 那些人要進入永營裡 我們不是靠侍奉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但是信耶穌就會 很想祝福人 見到人就想祝福 在我初信的時候 我都在想 神這麼真 不知道教會的人 是不是每個人都這麼信 那我就 在團契 我特意早些回去 跟那些人聊天 我就問他 你是不是真的信 這個神是真 有些人真的告訴我 不信 我跟他聊天 我記得那時候 我特意早回去 然後 走的時候 我又特意留在那裡 跟那些人聊天 我試過陪那個人 一邊走 那時候我住在彭馬地 我教過那個彭馬地 跟他走出去外面 走到他出去 香港島那些 車線外面 然後我 送了他回家 我又自己回來 我就會 有這個心 想幫助人 亦都向我的同學 家人 都傳福音 那這個就是 神在我裡面 會產生這種果子 那如果一個人 是完全沒有這種生命 的時候 他生命是有問題 完全沒有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有些人 很多人 他為什麼不再傳福音 因為他試過傳了失敗 但其實我們 我們傳了福音 就算我們不信 神都喜悅 我們就繼續去做 神一定祝福我們 以上我們就講到第二點 就是各樣的問題 罪 沒有聽神的話 沒有侍奉神 沒有祝福人 都可以叫我們生命受虧損 那個虧損 是可以進入我們生命中 每一件事 我們的整個生命 那怎樣可以得到 神的喜悅和祝福呢 第一個動力 希望整天記實這四點 第一 神很愛我們 和滿有權並能力的神 第二 我們很寶貴 在神裡面 是很寶貴的 第三 遵從神 愛神 侍奉神一定蒙福 第四 犯罪不遵從神 不侵從神 不侍奉神 一定有破壞性 很簡單的 首先就是 神是愛我們 和掌管一切 一切在神的手中 沒有東西走雞的 各樣東西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們不聽說 神一定看到 我們聽說 神一定看到 而神很看重我們 我們一聽說 神就祝福了 不聽說 一定有破壞性 這樣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就會提醒了 自己 有些罪 是沒有人看見 不過你自己犯的罪 我們就知道 一定有破壞性 我們就一定靠耶穌去處理 這個就是個動力 任何一點都是的 譬如建立家庭婚姻 都是的 為何我想盡力去建立我的婚姻 以至我太太不會有一天 會說 你這樣對我的 我永遠都想給她一個印象 不是就是印象 是我真心 總是對她好的 總是對人好的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 我不會給家庭裏面 有個破口 以至魔鬼攻擊 分裂 所以有些很多家庭 已經造成一種 好像 茂合神離 就是大家根本都沒有心 已經沒有愛心 沒有什麼關心 沒有什麼體會對方的感受 這樣的時候 其實就是 一個破口大到不得了 當婚姻不好有什麼後果呢 人又不開心 容易犯罪 容易有婚愛情 又沒有好的見證 所有的 其實的後果是很嚴重 任何一種罪的後果 都可以很嚴重的 所以這個四點的動力 希望大家記得 神很愛我們 祂有大能的 我們很寶貴的 祂很愛我們 遵從神愛神 事奉神一定蒙風 不聽話 一定有破壞性 很重要相信這一點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一起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一切屬於耶和華 一切在神的掌握裏面 沒有東西走雞的 祂一定能夠掌管我們的前路 我們整個生命 很多人其實 不太相信這些經文 他們就覺得 我是要靠自己闖條出爐出來 我們都要靠自己去努力 不過最主要給恩典全命的是神 我聽神的話 做應該做 我們應該做工 應該做好我們的職份 做好應該做的 但是那個賜恩典的是神 祂一定會賜恩給那些聽從祂的話 信靠祂的人 同時我們都會盡責任 祂就有權力可以提升我們的生命 去到一個高的層次 高的層次未必是做高級的工作人員 總之神是會令到你的生命高度提升的 祂是掌管一切 還有祂有無限恩典 每天都數算神的恩典 看到神的耶穌為我們死 教會是恩典 聖經和喜樂 太陽與水是恩典 神的義婆 和神的賜給我們的恩高 都是恩典 聖靈是恩典 恩賜是恩典 自然界是恩典 傳風的機會和賞賜 都是恩典 我們就數算 我們由頭到尾都是蒙受恩典的 我們一定離開任何的罪 我們知道我們的罪得罪神 知道罪會帶來破壞性 我們就憎恨罪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對付罪的方法 很重要的是我憎恨罪 因為那個罪是會破壞我的 就留意自己怎樣給罪留地步 因為很多人為什麼要犯罪呢 他說人人都是這樣的 不開心的 我生出來就是不開心的 這個就是他的破口 他給魔鬼留地步 就是他給藉口自己 一有罪的意念 我們馬上選擇 討告選擇遵從神 我發現自己煩惱了 我立刻說 我不需要煩惱的 我不需要看著這些問題 其實神給我很多恩典 我數算神的恩典 我不用計較人的問題 那我的心就起落平安了 如果我有憤怒 我就知道是人的問題 別人激怒我 不是代表我要憤怒的 我可以平安輕省的 我可以放手的 反而他發脾氣 我可以平安地跟他說 我看到你有些不開心 你可以告訴我 有什麼不開心 他可能很驚訝 我明明一直在罵你 你為什麼會這麼平安 這麼輕鬆 就是我們有這個智慧 去說一句合而的說話 他聽完都很驚訝 為什麼我罵你 你又不生氣 你又不會反彈 你又不罵我 你只是用一個平和的心 回應我呢 這就是一個悔改 離開任何的罪 選擇遵從神 喜歡讀聖經很重要 就是聖經在我們心中 是扎根 聖經很多應許 很多應許 我們唸了它 其實是一定唸到的 你怎麼唸聖經呢 我唸的方法 首先我們意思上唸了它 接著他每一句 逐句分開唸 唸了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但你反覆 不要望著經文一邊唸 唸多幾次 但你日後可能會不記得些少 有再唸過 一邊唸到為止 那你就一定會 其實我有個文件就是 金句的 即是在聖經 新約裏面有很多的金句 舊約裏面都有一些 舊約裏面都有一些 舊約裏面都沒有搜尋 那我可以傳給大家 那我傳給你們 可以試試唸其中的金句 有神的話要很重要 就是奏夜思想 快要去想 去讀 快要去想 神應許 所求於管家 是要祂的中心 我已經中心了 所以我要開心 神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很開心做人 而常常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常在我裏面 我便多結果子 像耶穌的生命 經常都在親近神 你發覺讚美神的時候 多謝耶穌 你裏面有喜樂 你就不會想罵人 不想生氣 一想生氣 首先放下 深呼吸 出去走個圈 然後讚美神 你那些憤怒 又會慢慢降低 離開耶穌 我們甚麼都做不到 喜悅和愛慕神 神是很值得我們歡喜的 他真是好得不得了 那些人去了天堂 他都說 真是不想回來 不過神要他回來 因為回來的時候 他可以榮耀神 還有 我們所有建造在這個盆石上 耶穌的盆石上 聽他懷疑遵從 這個房子總不倒塌 但是如果不去行的人 倒塌得很大 是甚麼都沒有了 其實有時我聽到有些人 他就算是信耶穌 甚至是侍奉的人 他們的生命都有破口 即是他裏面有憤怒 或者他講一些說話傷害人 其實他倒塌得很大 雖然他不是 如果他都是有心侍奉神 他不會倒塌得很大 不過他有很多地方 是給了魔鬼留地步 我講解釋 即是甚麼意思呢 譬如有個人他是有心侍奉神 不過他到上海又罵人 又激人 又告訴別人人做得不好 經常都令人傷心 那時候他好像在建一間屋 不過那間屋 有些牆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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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用骯髒東西走進來 有下雨走進來 那他的屋是不完整 為甚麼呢 他會被人批評 他會傷害人 因為耶穌講過 你伴到人是有禍的 倒不如放在一個大磨石 關在他的頸上 沉在深海裏面 所以當人伴到人 其實他很淒涼的 他很慘的 當然 他真信耶穌 他不會將他丟到海 不過耶穌是警告 不要伴到人 所以有些人 他的生命裏面有些破口 是造成他自己 他的事奉是神不起悅的 雖然他有果效 那個部分是神喜悅 但他有很多地方不喜悅 我覺得很可惜 很多人侍奉 他的生命有很多部份 譬如我講一些例子 有些人會怎樣 他跟老婆又不合格 為甚麼呢 他經常都要管理 回到家都是管理 他太太不喜歡 所以他又侍奉神 在教會 那些人都聽的話 不過回到家 太太不聽的話 大家就好像鬥氣那樣 他的子女又說他在家裡吵架 子女又覺得他沒有一個好的見證 有時他幫的人 有些人沒有那麼聽話 就覺得他經常批評 對他有負面的感覺 也都教會 因為這樣的緣故 有時會有分裂 所以這些都是造成他生命裏面的破口 我們來講見到 我們就不要落井下石 我神給我智慧 我怎樣以我的喜樂作為一個見證去影響他 不是教他 我的喜樂 我的平安 見證影響他 以至他說 原來基督徒可以這麼開心 基督徒可以稱讚人 我們學習一樣稱讚人 人家做得好 我們稱讚他 是好的 但為甚麼人不肯稱讚人 因為覺得稱讚你厲害 就是我不厲害 有時人會這樣想 你唱歌唱得好 我自己唱得不好 他不想說這句 總是覺得人不及我的 但我們總是說 你有心 我神已經賞賜你了 這個屋就不會有破口 為主做任何一件事 因為你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不能不得賞賜 因為耶穌特地用最少的事 一杯涼水 一杯水給我們喝 都不能不得賞賜 神多歡喜 所以我們都學神的歡喜 我今天有幫人 神就很歡喜 我都歡喜 多謝耶穌 而侍奉的人是有福的 你侍奉神 你就告訴自己 我侍奉神有福的 而對比我們今天的主題 在罪中 或者沒有全心愛神 沒有全心遵從神 是一定有破壞性 一定有虧損 生命一定有虧損 沒有處理情緒 生命一定有虧損 被人影響一定有虧損 經常負面思想一定有虧損 經常惡惡 很低沉 一定有虧損 但每天都數算殘恩典 是滿有豐盛的恩典 兩個是很大的對比 很大的對比 聽完神話喜樂 是很大的恩典 不聽神話 經常煩惱 是很淒涼 你走哪條路呢 大家思想一下 我們走哪條路呢 而我講到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這裏我們有討論問題 我們討論關於這些方面 即是人 這是幫基督徒的 建立靈命的 因為有時有些基督徒 聽到耶穌的名字 或者祂的說話 他們覺得沉悶 譬如說簡單 有些人回到教堂 回到教堂去喝茶 喝茶 喝茶 說什麼呢 家裏哪個壞 第二 教會哪個壞 那些人 或者今天編導很悶 那些人 比較多說負面 有些人 我不是每個 有些人 而他們很少說 耶穌真是好 他口中很少說到耶穌的尾善 所以我們幫人的靈命 你聽到耶穌的名字 或者祂的說話 你會歡喜 因為覺得悶 或者覺得有壓力 你會想到耶穌覺得什麼 這也是一個方法 去了解祂的靈命 第二 如果覺得沉悶的壓力 是什麼原因 是否因為沒有動力 沒有心學習真理 覺得耶穌不能夠幫到自己 覺得耶穌太遙遠 對耶穌有怨氣 第三 你知不知道怎樣可以從神得力 平安、喜樂和力量 你想得著動力去愛神 即使我講到四點 那四點就是動力 亦講到如何親近神 處理生命 常常欣賞自己 這些都是給我們有能力的 這一頁的字又不同了 還有 有些人 我們幫一個人 未必這麼多條問題都用完 不過我只是說 今次的主題 是可以有不同的經文 這裏就講到耶穌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 這裏就講到 重生了 你有沒有重生呢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 更生你的生命呢 叫你有悔改 信靠耶穌的心呢 有動力親近 和遵從神呢 如果你未重生 怎樣可以重生呢 重生的人有什麼表現呢 我們剛才都講了 真心悔改 救主赦免 是重生的 信靠耶穌做救主 跟從神呢 跟耶穌有關係 他的生命一定是重生 而重生呢 其實是一下子的 一是人一是得救 一是不得救 不是慢慢的 成長可以慢慢的 但是重生是一下的 即是當一個人 真心悔改 信主那人 即時他是重生的 然後另外的問題就是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就是犯罪會帶來什麼的遭遇呢 犯罪會怎樣破壞人的生命 一會兒大家 應用這些討論的時候 你不用用那麼多條問題 你選擇 我想說這個 想說重生 或者想說這個 不要再犯罪 那你也可以說到 我剛才說到 犯罪可以影響我們人生 幾多樣東西 盜察來 偷竊殺害毀壞 和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那魔鬼可以怎樣 偷竊殺害毀壞呢 有什麼行為 是讓魔鬼留地步 留地步有什麼後果呢 犯了罪之後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來減少魔鬼偷竊殺害毀壞呢 如果真的犯了罪 我就求主赦臉 並且憎恨罪 不要再犯罪了 譬如有生氣人的 求主赦臉我 叫我不要再生氣人了 有負面情緒的 我們就求主幫我們 赦臉我們的罪 堵住我們的破口 那怎樣堵住破口呢 譬如有些人做錯事 但是他的態度覺得不重要 他的態度令人更加對他不信任 他的破口更加大 但如果他做錯之後 他認錯 他說對不起 我做錯了 請你原諒我 那他的破口就會變小了 雖然他做錯事是有破口的 為什麼呢 我形容 我形容 譬如有一個人 他侍奉 但他有些事情做錯了 說錯了 他請人 揚恕他 他對不起 這個是會堵住 但總是會有些少的破壞性 為什麼呢 因為他曾經做過一件錯事 有些人的心中會存留這個記憶 即是犯罪有罪的後果 不過我們盡量堵住那個破口 讓他不要那麼大 不要大到好像 有時一個破口 少少一個破口 譬如有個人 和太太關係不好 然後呢 每個人不信任他 什麼都破壞了 即是可以 什麼都破壞了 但如果他肯趕時 立刻悔改 處理生命的時候 那個破口就不會變大了 那就是 怎樣減少這個破口 就是他悔改 離聚和處理生命 也都向有關的人認錯 那你想提升你和神的關係呢 就是親近神 和信靠神的話語 信靠神的應許 做神所吩咐的學習事奉 提升我們的事奉 你知道怎樣可以有動力 去遵從和愛神呢 怎樣有動力 即是我們講了四點 你知道怎樣去遵從和愛神 有些人不知道 遵從神就是愛神 愛人 去全人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愛神就是親近神 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喜悅神 以耶華為樂 那這些都是討神喜悅 即是歡喜神的 愛神的 OK 關於以上的有沒有任何問題 關於以上的角點 即是關於犯罪 是會帶來虧損 不愛神 不遵從神帶來虧損 好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祢 多謝祢 因為祢有很多封聖的恩典 祢是一個私恩的神 祢是將很多恩典賜給我們 祢拯救我們 祢將永生賜給我們 祢感動我們 我們不聽話 祢依然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神祢是很美善的 求主幫助我們感激祢 愛祢 服侍祢 榮耀祢 活在祢的愛中 我們都同時知道 犯罪一定有後果的 一定會被魔鬼留地步的 求主幫助我們 堵住我們一切的破口 如果我們在情緒上 我們待人接密 我們的思想的方式 我們做事的方式 如果我們有什麼地方 有破口的 求主射滅我們 叫我們真心悔改 真心信靠耶穌 行耶穌的路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悅立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祝福 求主更新我們生命 堵住我們一切的破口 在這一陣子 我們都試試 在神面前默想 我們的生命有什麼破口呢 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什麼地方 被魔鬼留地步 以致祂是有機會攻擊 有機會偷竊殺害毀壞 我們自己在神面前悔改 求主耶穌 幫助我們審察我們的內心 當我們真心想神光照我們 我們的生命會告訴我們 有什麼地方 我們生命裡面有破口 求主射滅我們 求主更新我們 當我們知道這些 我們有虧損 即是有破口的地方 我們都求主幫我們 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處理 我們如何處理這些情緒問題 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我們內心的自卑 內心的自責 內疚 軟弱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真是 你的心意想所有人都是平安喜樂 興省有力量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叫我們生命不要有破口 讓他偷竊殺害毀壞 求主幫助我們 得著耶穌封聖的生命 我們揭力持守 神給我們一切的恩典 我們觸實耶穌 倚靠耶穌 神就歡喜 我們亦都可以歡喜的 我們天天去 告訴自己 我現在有遵從神 神就歡喜了 我有做錯求主赦免 我有遵從的 我可以歡喜快樂 我可以開開心心 我可以喜樂做人 沒有破口 被魔鬼攻擊 多謝天父 神你賜給我們一個 有盼望的人生 豐盛的人生 開心的人生 有果子的人生 並且帶來永恆的賞賜 求主祝福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可以活得開開心心 去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多謝主 求主擴張我們的領域 叫我們能夠影響更多人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求主祝福大家 生命給神使用 我曾經鼓勵大家 可以在網上 將你的見證 分享 任何的分享 都放在網上 用手機對於自己 拍攝了就可以放上去 是可以鼓勵人的 如果你不懂 可以問我們 這個已經是侍奉神 神就歡喜了 而有什麼破口 我們就求主 堵住破口 好 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